字幕提供 讓他也有了自己的特色 這邊就給各位介紹一下這個改動 幸運兒新增的外在特質 幸運兒 其效果是在每一次開箱前 可以許願 許願本次想要獲得的道具 並且大幅提升該道具出現的機率 大家想一下這是多麼強的特質 想要拿槍蹦蹦就有槍 想要拿針筒插自己就有針筒 甚至可以拿到稀有的香水來擋刀 官方沒有提供明確的數據 來說明這所謂的大幅提升 是提升多少機率 這邊就來給各位實際測試一下 實際測試30個箱子 每次許願都是信號槍 總共拿到5次的信號槍 如果每一場都能開6個箱子來算的話 每一場都能摸到一次的信號槍 更不用說其他本來的機率就很高的 像是針筒、工具箱、手電筒 以前我就有說過 幸運兒是一個沒有長處 但也沒有短板的角色 在場上的價值決定於開箱拿到什麼 以前只能交給命運決定 現在幸運兒終於實至名歸 依靠所謂的幸運來獲得想要的道具 想要當衛醫生就許願針筒 想要當衛機械師就許願遙控器 想要當衛空軍救人就許願槍 也可以針對情況所需來許願不同的道具 可以說在這個版本的幸運兒 變成一個變化性十足的角色 改版過後遇到幸運兒的機會也上升了不少 加上這次幸運兒的女僕裝 玩這隻角色的人應該會變多吧 以上就是這次幸運兒的改版介紹 以及許願開箱的機率實測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不錯的話 別忘記點個喜歡跟訂閱頻道 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就能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通知 有什麼想看的內容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